用熨斗烫衣服烫布 不过这家裁缝店的老板 可是有个特别的习惯 阿姨我的东西 在这 这样多少 1200 1200嘛 好 一收到钱立刻拿熨斗烫个两三下 钞票便更平 宛如新钞一样 就是对整齐 这样子就可以烫了 这家从事裁缝服装设计 40年的老板娘叶碧丸 向来都有烫钞票习惯 她说一来能杀菌 二来看起来像新钞 一张张平枕放在抽屉里 让她舍不得花 也省了不少钱 他们要离开了之后 看到我在烫钱 他们就回头看来看了一眼这样子 用水洗一个一个硬币 还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洗钱 何硕董事长佟子贤 对零钱有洁癖 回家后会把身上铜板 洗过一遍才行 除了烫钞票洗硬币之外 钱包也有风水理论 我的钱包里面 就有五行八卦在里面 艺人旷明杰则是把钱包里 放五行钞票 也就是金木雪活土 把硬币当成金 绿色两百元鼠木 蓝色千元大钞就是水 百元红钞鼠火 咖啡色的五百元代表土 除了风水理论之外 加起来不到两千块 买东西让它更节制 那我现在出门呢 有时候说我今天要请客 然后一看我说 对不起我只有这些钱 所以人家说 没关系小灵友 今天我请你了 所以我就省了很多钱 不管是艺人的五行身材数 大老板的洗铜板 到民众的烫钞票 各有各的整理金钱特殊习惯 也让人大开眼界 记者陈洁安邱慈玲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